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 Genos 让我和你分享网络 Hi-Fi 知识 RCA 连花线和 XLR 平衡头 哪一个更好听 该怎么选择 依照 RCA 连花线和 XLR 平衡线的结构 XLR 平衡在连接稳定性、可靠性、导电量好像都远超于 RCA 独立信号有利于抵抗外部的杂讯干扰 所以商业和专业音频工程几乎都不会有 RCA 的信号线 整体上来说 平衡头电阻更小 抗干扰能力更强 加上机器内部的真平衡电路设计 所以经常会听到发烧里说 平衡线电路动态更大 音场更宽 细节更丰富 密度更大 背景更宁静 动态分离度、显示、定位这些都要更好 相比来说 莲花线或许更娄美 细腻、温润一些 小制作的钢琴、小提琴、弦乐之类的 会显得更耐听 有更好的音乐性 但这些只是一个大体方向 并不是绝对的 用料、档次、调音还是有区别的 哪一个更好、更适合 还得靠耳朵 但有一种最不合适的做法 那就是强制、平衡、转莲花 一端是非平衡 另外一端是平衡 这样接路的干扰必然会更大 所以还是建议直接 莲花对莲花 平衡对平衡 这一期的网络Hi-Fi知识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来我们实体店咨询 或者可以用WhatsApp联络我们Hi-Fi Studio 记得不要忘了like and share我们的video 如果有兴趣我们的知识分享 那就必须followHi-Fi Studio 我们下期见